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渡 我现在在杭州的拱城桥上面 这拱城桥下面就是金杭大运河了 是实际上最长的古代运河 这个金杭大运河全长是1794公里 南起杭州北至北京 这条运河被当时的南北经济的发展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你看像如今这条运河仍然有船只在这边走的 今天大家看的就是杭州的一个豪宅 就是在运河的旁边绿城江南里 就是在这个方向 这边也有大片的树木 树木里面就是一个中式的园林 绿城江南里 杭州的许多的名人 都是在这边有一座豪宅的 现在就带大家去看一看 这个豪宅长什么样子 从这边过去 我现在就是在这个绿城江南里豪宅的外面了 它这个豪宅是由绿城集团建的 目前售价是十万左右一平 所以一般都是非富即贵的人 在这里买的别墅 它这里面也并不是很大 总共好像不过是七十六座宅院 里面都是这个江南古典的园林 具有园中有园 井中有井的特点 你看一下它这个建筑外观来看 你像它这个建筑外观 每一扇窗户 每个门窗 它都是天然的景色 非常的典雅 精致 大家看看是不是 这个应该是它一个门 门前面有个保安 前面还停了一个宝马 看一下这边 它这个四周啊 树很多 非常的茂密 都是一片绿 这里应该是它的一个停车场 停车场旁边也是有一个宝 看一下 是一个停车场 停车场都非常的气派 它停车场对面有一个高墙 写个膏子 非常讲究风水 有预运 看一看 是不是 再往前走 大家看一下 上面还挂了一个小灯笼 它这个外墙也挺高的 看一看 外墙越高 越显得珍贵 外墙上面还有一扇小窗户 这就是古代这种 非常典雅的这种窗户了 看一下 它这外墙下面 也是有一片的绿化呀 这些都是竹子 这边是豪宅的一个后门呢 看一下它这个后门弄的也是像是一个园林啊 非常的好看 看一下它这后门上面也有摄像头的 这就是它的一个后门弄得非常的典雅 特别像古代的一个王府啊 小后门大家看看是不是 非常的漂亮 走近大家看一看 这是古代的典型的古代的木质门 看一看 这边是它这个门的一个锁了 开锁啊 或者是人眼识别啊 那这比古代更先进了啊 上面还有一个小灯笼 上面都是瓦了 这是个青砖白瓦的建筑啊 再加上四周的茂密的这个树木啊 非常的有意境 好看 这里就是豪宅的一个正门啊 看一下它这个正门 更像古代王府的大门啊 它整个门头很高啊 它这个门采取的是一个铁门啊 前面有两个狮子 非常的威武啊 看一看 因为这个是私人豪宅 里面是有保安的 一般人是不给劲的 没法带大家进去里面看一看 里面都是 银元市的这个豪宅 这个就是杭州的 一个豪宅了 绿城将来里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 关注 感谢支持 拜拜 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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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